高雄古山发生衣柜藏尸命案 警方是逮捕了屋内的陈姓嫌犯 而陈姓男子与死者许姓男子同为诈骗集团 疑似彼此间发生了黑吃黑债务纠纷 涉嫌持皮带等器物将许男伤害致死 连同陈姓男子的姐姐 女性友人都遭带回侦辦 法院裁定 陈姓男子羈押禁件 另外两人请回 高雄古山美树东六街一带 发生藏尸命案 警方接获陈姓嫌犯母亲报案 到场后发现许姓死者坐卧衣柜内 头脚被袋子套住 身上有多处外伤 立刻逮捕屋内的陈姓嫌犯 陈姓男子公称 他和许姓男子都是诈欺集团成员 因为债务问题把他带回家 期间曾发生多次冲突 五号凌晨闹出命案 他找来姐姐和女性友人 想将遗体运出并灭证 没想到母亲回家 发现他神色有异 案件才曝光 警方七号上午一并逮捕陈嫌 二十六岁的姐姐 以及女性嫌犯 并查扣沾有血迹的皮带 怀疑就是凶器 检方认为三人犯下杀人等罪嫌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记者陈焕与孟昭全无奇仓综合报道